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察方的话是魏弘风的一个大唐关火,这把碰到的是皇家轰炸机的一个魔王,这两个玩家应该是老对头了,上一把比赛的话,对来方的一个皇家轰炸机的一个魔王,真的是略胜一筹。 其实,个人感觉的话,这个大唐打这个魔王的话,本身的话,他是有一个劣势的,而且观察方的这个大唐,他的一个技巧性更足一点,他本身这个大唐的一个攻击,这一个硬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的话,肯定是比对面要差很多。 观察方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就是喜欢这个魏弘风,他的一个打法,魏弘风他很容易就是给大家创造那种,哎呦,一下四两不千斤的那种感觉,是吧,硬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的话,人家就是可以这个,以少胜多。 开局的话,双方打的也是比较惨烈一点。 观察方一手破血,去破血对面的一个魔化,宝宝再跟一手,对那方被秒的也是有点疼。 这场比赛的话,应该会比较胶着啊,对那方的这手恶爆的话,直接拿掉观察方的一个后盘,观察方继续戳,出一手帽子。 观察方也是感觉到了对面的一手善恶的一个威胁,对那方一手密传秒过来,这个伤害的话有点爆炸啊,上一把比赛的话,这个也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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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炸机通过自身的一个, 秘传是吧,直接,直接这个秘传的话是运气贼好哈,打出了无穷大哈,当场的话是直接把观察方的一个心理防线给干崩溃。 场上的一个比赛对观察方十分的不利啊,但是高手之间的对决的话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 放弃比赛的 对观察方来一手尺子,尺子的话是直接给到观察方的一个孩子啊,就是破你的一个防御 对观察方的一个恶爆,打观察方的一个人的话还是不是疼是吧,不是特别疼 对观察方的一个壁垒,拿掉对观察方的一手前排 对观察方这手善恶的话真的是太狠了, 大唐的话说实话,这个门派的话本身他的一个打逆风的一个局的一个能力就特别强啊, 观察方一手破血直接点对面的一个人,观察方感觉轻宝宝的话,这个优势不是很大哈,我倒不如去直接压你的一个尸体。 对观察方一手单秒直接秒7000,观察方直接不给观察方留余地啊,观察方的话毕竟也是第一打唐。 观察方,观察方,高连豹子继续点对面的人,人物一手巨剑不伤害啊。 观察方,观察方的一手破坏沉舟,秒4,4000,4000,4000,哎呦,真的啊,这个大唐我不得不说是吧? 他打唐官府真的是给力哈,特别是这一些横扫呀,这种护府沉舟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些技能哈,打击感真的是太足了,而且这才是是吧? 我心目中的一个打唐是吧?现在他们要的有些打唐是吧? 玩成什么吸血,是小特技,升丢啊。 观察方被打出163,观察方有一手一速啊,直接继续出宝宝,哎呦,太稳了。 观察方虽然是一个劣劣,但是感觉打的也并没有特别劣势,是吧? 观察方再秒过来,秒了一手无穷大哈,你看,这个时候就很尴尬,是吧? 观察方的一个后排宝宝当场叽叽。 现在我个人感觉哈,单挑第一法系的话,真的是就是魔王啊。 那什么方圣傻的,我个人感觉比魔王的话,还是真的是差弄一点。 观察方拉一手DTM,观察方继续出,观察方有一速的话,真的是稳坐钓鱼台。 这两方,再秒,非常走实的一个伤害,和这个秘传,非常走实的一个伤害,是不严重的。 不言而喻呢 断炸方的一个宝宝再次被轻飞 观察方打出了自己的一个气势 断炸方出地厅 直接来一手观照万象 观照万象的话 观察方真的是拿捏地厅 拿捏的太稳了 是吧 一个法防宠 还有一个孩子 断炸方真的是 没有机会可以是吧 打进来 拉起人物 一手平A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什么Poof沉舟 因为Poof沉舟的话 他有点盾 第二回合还得休息 所以的话我必须 因为我们有一手一速 所以的话一定要保证第二回合能够 干点别事 万一对面神了 傻子是吧 你怎么弄 打得很稳 起来直接给孩子卡血 用高 用高伤的一个心血鬼 去守你的一个尸体 这两方宝宝直接逃跑 恭喜观察方 拿下比赛 得好哦 好了 上再画门 那个筹路 就有什么 这样子